好,我们这个专题呢,主要讲一下这个VDP,就是微妙这个虚极化环境当中的虚极备份的解发 就是总共从实现环节,包括大概这么七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怎么去把VSFile的一些基础架构搭建起来 包括去安装ESI,包括部署VCSA 然后第二任务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VDP专门用来做这个虚极部训绩备份那个VDP管理训绩把它打进来 第三任务就是怎么去安装悠控 第四个任务就是我们去做VDP的一些出口环境配置 第五任务就是我们怎么去配置一些备份存储 就是我们将来把EU训绩要备到这个备份存储上去 然后第六任务就是我们怎么去虚极做备份 最后就一些简单的一些测试 好,那我们现在先进行第一任务 我们来去装,先把VSFile的基础就搭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按这个拖鞋走 ESI100 然后呢,VSFile我们用103 VDP104往后排 好,现在我们先去装一个ESI 装ESI我现在装在E盘 E盘我已经新建了一个目录,这个目录空的 我们要在这个ESI上面去部署这些相关的一些虚拟机 VSFile,VSFile,VDP,AD,包括业务虚拟机 好,然后我们开始先建一个虚拟机 好,然后我们开始先建一个虚拟机 先建的时候,因为这个ESI上面和VDP的 因为VDP这个虚拟机它是比较耗资源的 所以我们要把配置弄得高一点 首先选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就是安装到我们刚才设定的 E盘这个目录下面 这个名称我们就简单定义一下 DSI 我们现在用了6.5的版本 这个硬盘大小 我们计划有200G稍微大一点 然后制定硬件里面呢 我们把CPU 我一个CPU是设成4核 然后内存的话呢 因为我这个笔记本是32G的 我可以调大的 调成28个G 调28个G 下面就挂在光区 挂在ESI镜像 这是ESI 6.5的镜像 网卡的话 我们就简单的用一块网卡了 用那个VM9T的那个主定卧室网卡 好 这是我们的配置 就是这个配置 弄得大一点 我们现在用的 内存用了28个G 这不很简单 这不就是我们怎么去装ESI 包括部署VSenter 安装第一步就是安装了 这个安装界面出来 我们就回车了 F11接受 这是 回车确认这个磁牌 我们用磁牌的200G 镜牌 这个键盘的默认 密码 我们设个密码 给ESI设置一个控制台密码 这个ESI的安装 包括VSenter安装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F11安装 后面开始等待安装 好 下面ESI安装完之后 我们要给ESI设一个IP地址 按规划的话 我们要设成100地址 这个地址设置的话 首先我们这个信用网卡 它用的是VM9D的网卡 而VM9D网卡的地址段的话 目前是192.168.11的段地址 所以现在我们按F2键 进到ESI的控制台 然后再用F2键进去 给它设密码 设IP地址 在配置管理IP当中 设成静态地址 按照规划 咱们设成100地址 网关加上192.168.111.1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我们先把ESI装了 装之后 我们就下面要部署VCenter 就VCSA 部署另一个版的VC VCenter部署的话 我们首先去解压VCSA压缩包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UI的安装 那个面加 我们现在用的是Windows做口端的 点安装 就按照这个项目来去部署 然后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接受许可 下面就是我们要用 这个VCenter 它是嵌入了一个 这个服务控台的 就是VCenter 它这个服务控台 跟VCenter收网 是合而为一的 然后在这个界面当中 我们输入那个VCenter 你将来部署哪一 我们现在是VCenter VCenter这个关键接点 是部署在ESI100上面 所以这里边应该输入 111.100 这是我们VCenter的 这是ESI的那个LootMe 密码 这是代表你VCenter的VCIC 这个虚拟的名称 这个无所谓了 我们就起个VCIC 设置VCenter的控制台的密码 是代表设置控台密码 然后下面是代表设置VCenter的 那个硬盘的空间大小 规格 这是我们做最小的 最小的话是两个VCPU 内存的话是10个G 硬盘是250个G 是可以管理10个主机 管理100虚拟机 这是代表我们VCenter的硬盘容量 我们用经典模式 用经典模式 因为它硬盘的话 要求是按照刚才规划的 要求250个G 我们用经典模式 然后这边是代表设置VCenter的IP地址 按照规划的话 我们地址用103的地址 这边应该是192.168.111.103 IP地址系统名都一同一个地址 研码我们设R4V325 网关设111.1 DNS的话 我们后面规划是用105 做DNS地址 105 但是我们这个VCenter 它实际上最终不需要家喻的 谁来家喻的 后面我们要规划 把VDP这个须基需要家喻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按照规划走 105D也要走 这就开始正在初始化 去部署VCenter第一个阶段 这个就需要中间等段 等大概需要等一段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任务了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啊 在第一个阶段在部署过程当中啊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 这个大家在下载最好下载我们6.5的这个最新版本 那我现在下载的这个版本是用的是VCenter 6.5的这个U2版本 也就是Update 2的版本 好那我们第一阶段不完之后就我们点继续就开始到了我们的VCenter的第二阶段了 第二阶段里边呢主要是配那个单级登录那部分进去 这是时间同步 时间同步的话我们就让它跟ESI主机同步了 因为目前咱们没有NTP收尾的 直接让虚机跟ESI主机来做同步 这代表VCenter它是否开启这个SHS访问啊 这个咱们就无所谓了 而下面是代表咱们输那个VCenter的那个SSO的域名 就单级登录域名 咱们又默认了VSFile叫Local 因为咱们这是属于测试环境 VSFile的Local 这代表那个单级登录 这个这个域名要用到我们后面用Ware登录的时候 万部网页访问VCenter的时候 要在这个观众员用户后面加上那个域名的 这是设置万部登录密码 暂点的话我们就cbc暂点 暂停 这个体验就不体验了 这是做一些体验 然后第二阶段它再也进行一些初始化 这个中间要包括好多国际启动 这个也需要等一段时间 好 现在我们看到第二阶段已经部署完成 整个VCenter整个部署下来的话 前前后需要大概一个多小时 它现在提示我们通过这个43端口打开这个VCenterweb网页 目前VCenter地址是103的地址 那么来访问一下这个网页 192.108.111.103 然后通过webclad 这个用户名的话 后面加上那个在第二阶段部署 VCenter这个单点登录那个域名叫 VCenterwebclad